赚钱 有没有 或说财务自由 或是说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等等 那如果你有 对于变现有些想法的话 你可以分享在我们聊天室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 对于变现的认知跟想法是什么 好 那我要做开场了吗 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开始了 我要不要秀一下我的画面 我们刚刚问那个问题 可以分享画面给大家看 可以啊 好啊 我吗 我秀吗 没有 我有记录 我刚刚结巴 要吃了浆花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行 等一下哦 我分享我的 画面 对对对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第一个小活动 对 想要了解大家对于 这件事情 变现的一些想法 然后 所以你 所以现在是你开场吗 我们 老师已经开场了 啊是吗 这样算开场 对 对 老师已经开 暖身好了 现在是暖身 等一下做体操 现在是暖身 好 好 所以 我看到有个人说 今年只要想吃什么 在心里想 下一个小时就会成真 我觉得 哈哈 好 这也是蛮厉害的 对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恭喜 老财 好 你不是要主持 哈哈 老师 你不是要开场 好 OK 对 好 那我来开场好了 哈喽 大家 就是今天我们的奇迹模式分享会呢 我们想要做一点 跟之前的模式不太一样的部分 那如果就是说 因为今天是我们奇迹模式分享会的第三场活动 那如果你有参加过前面两场的话 前面其中一场 因为我们前面举办两场 如果你有参加过其中的一场的话 可以帮我打二 或说你有听回放的话 可以帮我打二 那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奇迹模式分享会的话 可以帮我打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 哦 大分都有参加过之前的 对不对 然后 修 修培是第一次参加 OK 好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邀请新陈老师来自我介绍 然后跟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超常发挥的直觉变现力 有没有听起来很厉害 还是说觉得听起来很玄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跟大家多聊聊 就是说如何用直觉的方式 然后来帮助你去提升你的变现的能力 不管是变现的观察能力 或者说你的变现的执行能力 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的活动 带给大家的收获 那现场有人知道我是谁吗 有没有人是第一天第一次听到 Telia是何方神圣 如果是的话可以帮我打一 那如果之前就知道我话可以帮我打二 我来看一下 不知道 谁知道 老师说不知道 好 OK 韦婷说一 哦 为什么 我是因为你而来 这是告白吗 好 谢谢 OK 好 那我想因为现场有些人可能还不太认识我是谁 那我先快速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等一下会邀请新陈老师做 新陈老师这边的分享 哦 对 新陈说都收我的email 谢谢 先跟大家比个爱心 对那我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我的名字是Telia T-E-R-I-H 虽然老师很爱叫我Telia 但我名字叫Telia 对那我本身是品牌创业的教练 那本身有教练两年的经验 然后也是Power学院的一个创办人 那主要是帮助正在创业 或者说已经在创业的人 可以在事业的架构部分 做一个很棒的优化跟升级的动作 那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工作 跟我的事业的范围 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超常发挥的直觉变现力 很厉害的是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这一位新陈老师呢 跟大家偷说 他本身做了16年的网络创业经验 这样讲这就把名字讲出来了 有没有 对所以16年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资深的一个前辈 不管是在身心里 或是说在网络创业的部分 那我们等一下会请老师多聊聊 就是他的经验 以及他如何在过程当中 如何超常发挥 然后如何做到直觉变现的部分 那我们要不要也请新陈老师来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对因为大家想说新陈老师是 是谁 对要不要来做个自我介绍呢 好哟 哈喽大家好 哇我今天真的好像有来宾的感觉 真的吗 我今天真的是来宾耶 对这个活动到底是谁办 对有来宾感觉 有个错觉这样 对我叫新陈 对对对 天上的星 陈向的陈 然后那个陈左边有个三点水这样 然后以前都会说是你就记心想事陈之类的 然后我以前确实是做相关的身心灵 呃 线上课程 就今天今天讲这个变现这个主题嘛 对不对 呃 16年前我就在那时候现在有room嘛 我们那时候用skype讲线上课程 对大家可以回想一下16年前你们正在做什么 哈哈哈哈 还在MSN上面讲话之类的 呵呵 16年前我看一下现在如果你30岁16年前 哇 16年14岁的 你可能还在呃哪里初中国中国中的时候 应该是国中 对对对当你还 对当你还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在看研究知识变现 是什么 诶这样听起来好像好像确实有一点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诶有人写国孝诶 真的是国孝 哎呀天呐 哈哈哈哈 完了 完了 这时代是你们的 不然爆料了 这个年纪了 这时代是你们的 哦有人都精神要是19 16年前 我现在先不要讲 16年前我已经很 我已经超过19了 对对对 16年前是 我25了 26岁的时候 直接曝光连击 好所以我做这个 做蛮久 就16年前我就开始做现象课程 然后我做现象课程的范围 蛮广的 有做身心灵的 有教冥想的 有教金钱能量疗愈的 有教内在小孩疗愈的 然后有 然后又有一阵子有开行销课 就像是 那个Theria老师 现在在带的 当然他现在比较厉害了啦 就是很多新的东西他都会 不敢说 在资深前辈面前 对对对 然后 然后那可是最近 三四年 我有点算是小小的转型 我开始在做 商业教练的部分 对 我自己讲商业教练啦 但我不知道客户是怎么想啦 等一下可以听Theria Theria老师看 他怎么想 对对对 我这三四年在带的是 商业教练 就是有帮很多 你想成为 你想做知识变现的 或是一般创业者 其实我的 我的客户的range 范围蛮广的 从牙医诊所 到行销教练 然后到 到疗医师 然后到 Top Sales 这各类的客户都有 对 然后就是在 服务他们 那我还是有在做现象课程 然后这两年 做的比较 有趣 而且对大家帮助 很大的一个现象课程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 创造奇迹模式 对 然后 对 这这关键 我的自我介绍 大概就这样 也没有很干 我好不习惯 看到老师这样 因为平常老师 开场不是这样子 啊真的吗 对 你画面的 好震惊哦 我很震惊吗 你今天很震惊 对 你今天超震惊 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个 非常厉害的收获 所以要 对 超厉害的 嗯 好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 震惊一下 对 震惊 对 震惊有趣又好玩 然后又有收获 那我们今天想 邀请老师来分享的 第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可以直接杀入 我们今天的主题重点 然后 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你好杀哦 等会很杀 杀很大 马上就杀进 马上杀下去 马上一把刀这样子 直入重点 好 那要不要请老师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 直觉变现力 因为变现就变现 为什么还要直觉变现 老师你觉得 到底什么是直觉变现力 然后 为什么我们需要直觉变现 要讲真话吗 哈哈 大家可以选 也要听真话 要讲真话 还是听老师 什么话 当初就是跟 Terry老师聊 你聊 说我们来办个 奇迹末式分享会 可是啊 如果只讲奇迹末式 有点无聊 而且你 因为很盛常变现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好像 因为我们这样子 常常聊 就是一对样聊之后 发现 好像有一些共通点 然后你也是一个 很直觉的人 对 你也是一个很 很有创造力的一个人 然后那种 怀才不遇 龙困浅滩 不安于事 哈哈 等那种个性的人 我现在是 他在沙滩上吗 哈哈 什么 他 各浅在沙滩上 对对 后浪打在沙滩上 还是什么 然后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 因为要办个活动嘛 所以要给大家一些 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 一个 一个标题 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来讲 直觉变现好了 那说实话 什么是直觉变现 我们当然是知道啦 我会说我不知道 对 我在想老师 你会说不知道 大家就说 哦好 便当吃完了 要离开 便当吃完了 我要下线 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 呃 一方面 我其实也很想要听听看 大家期待听到的是什么 对 我其实蛮想 蛮想 我可以 我可以问吗 如果 就是刚刚有丢那个问题 我还是希望可以看一看 就是 呃 我边回答 然后我丢那个提问 讯息给大家 我在聊天室里面 对一个讯息说 你认为什么是变现 你对变现认知 和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才能变现 那 会希望 多多一点 了解大家 然后 也许我们待会 整个的分享 应该 也会更 更切中 大家现在当下的 那个状态 然后我想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能也会更有收获 嗯 不过我们今天这样 很像在进行 Pocket访谈一样 所以你刚刚的提问是 到底什么是直觉变现 是不是 对你刚刚的问题 对 你刚刚问的问题 对什么是直觉变现 什么是直觉变现 然后 呃 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直觉变现 我想听 其实我蛮好奇老师的答案 那当然我等一下也会分享 我这边的答案 哦 好 好 呃 变现应该就不用讲嘛 对 变现就是 应该不用解释了 对应该就不太用解释 但是我还是会想知道大家的想法 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就打字跟我分享一下你的 你的想法 那我们从直觉这两个字开始好了 对 直觉它好像有一个对比 就是 非直觉 那什么是 它的直觉对比可能是逻辑嘛 然后我会用这样子来让大家去理解 就是 什么是逻辑 逻辑就是 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从A点到B点 我要做 十件事情 对 那这十件事情 它就是规划好的 它就很逻辑的 很按部就班的 我就可以达到我B点要的 要的东西 就是大 大部分人在变现的时候 我们所学的一些 课程或是方法 或是我们脑袋里面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是直觉呢 直觉它就是一个 跳要式的东西 它就说你从A点到B点 对不对 我一定要走这十个步骤吗 可能不用 我就再跳过去 或是挖个地洞 然后直接从B点穿上来 我们突然想要超时空要塞 蛤 为什么 跟这什么关系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卡通 然后就跳要 跳要时空 就是一个 对 我会这样子去 稍微解释一下 直觉这两个是什么 就是你可能会 那直觉我觉得跟创造力 跟创新 有时候会有会有点关系 比方说我们怎么创造一件事物出来的 对我们怎么创造一件事物出来的 那有一个简单的方式是 A加上B等于解决C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 对 你今天耳朵痒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一根牙签 你看到一个棉花棒 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划耳朵了 这个就是 这就是创造力 对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把什么东西 结合什么东西 可能是现有的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 这是一个创造力的一个表现 所以直觉变现 就是说你怎么样运用 这样的一个跳跃式的灵感 或是这样一个创造力 来去达成 你内心真正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 那个变现的目标 那当然变现也可以讲很深 因为在奇迹模式里面讲到 就是会讲到 有关于金钱的那个部分 对 不过我怕我这边讲完 整个奇迹模式就都讲完了 所以 大概 对我先讲到这里 你觉得 大家有了解吗 你怎么看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直觉变现 那当然有一部分就像老师说 我们要办个主题 活动 所以要有个主题 对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觉得也就是 因为毕竟做创业教练 做了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我跟老师这边 看过蛮多的创业家 然后 很多人会焦虑 对不对 你在创业过程当中 你会焦虑 然后会有很多的挣扎 然后思绪上的纠结 那原因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 想很多 我们的干扰源太多了 对不对 那所谓的直觉 简单来说就是 它是 这样子 就像我刚刚说的 超时空要塞 开开开开 时空跳跃 就跳到某个空间 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它一定要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它直接跳跃 就跳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直觉变现 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创业 或者说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创业 就是我们平常在工作 或是职场的经验 我们很多时候会纠结 会使不上力 会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想要做事 然后没有办法去心想事成 原因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反而反直觉 我们反了自己的直觉 举例来说就像说 诶可能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可能第一个想法是 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 我今天想吃鸡腿便当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直觉 但是反直觉是什么 我今天要吃鸡腿便当吗 我会不会吃鸡腿便当 会被鸡骨头卡到喉咙 然后领便当 对就类似这样子 对对 所以直觉变现有点像是这样子 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今天要做这件事 我想做这件事 但是可能这时候就会有第二道声音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觉察一下 就是你们平常在生活中 在做任何的事情 不管是在创业 在变现 然后想要做 去摆摊 那么做人生教练 然后或者说做知识变现 线上课程等等 你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件事 你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想做这件事 OK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帮我在聊天室打有 我有曾经这样想过 但你可以去稍微回想一下 通常你出现这个声音之后 是不是会有第二个声音 紧贴着而来 万一我失败怎么办 万一我做错决定怎么办 万一我身败人亡怎么办 万一我家破人亡 对 万一我家破人亡 身败名列 对 身败名列 对各种负面的标签 有没有 他就紧贴着第二 你的第二道声音 那通常他会让 这个第二道声音 他就会干扰你的第一道声音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直觉变现 他其实是 帮助大家去发掘 会不会其实在我们想要创业 或是我们正在创业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经历 好几次 这个第一道声音 只是我们的念头 常被第二道 甚至是第三道的声音 去被干扰 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 聊的主题 那老师你觉得呢 现在要把球丢回来就对 对马上 这样子 对对 我 我觉得有一个确实是 我本来 刚好很顺的 你就讲到了 因为我讲 你刚刚跟我分享 什么是直觉 然后变现 对 那变现当然不用讲 然后我看到私底下 呃 嘉玲 不知道是不是丢错讯息 丢到私密给我 他有 唯一有帮我回答这个问题的 感谢嘉玲 哈哈 他说 变现是 知道自己的知识 然后 有人有需要 然后系统整理 然后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变现 所以来学习嘛 那 感谢嘉玲的分享 嗯 那 呃 变现就是换钱嘛 所以我们这个就 当然他的方法 我们跟今天 Terry老师也会提到更多 那 我们刚刚讲直觉 然后 Terry老师就分享 你对直觉看法 就是可能是 第一道曙光 对对 然后你把眼睛遮住 那SpaLine 看不到 但明明光就在前面 我想看到这样 对但明明前面就是灯 我确实如果你问我说 你要怎么样会有直觉变现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你会 你的心够近吗 就是你可以 看见你的 我们现在开始冥想课 对对对 不小心开始冥想课 就是你可以 看见 你可以排除干扰 应该这样说 不是说 外在的干扰而已 对 外在的 干扰是一个 但是更多的是你 内心里面 自己的干扰 对 当你排除那些 所有干扰的时候 剩下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很有可能就是 就是那第一道光 对当你把手 就是你把所有人的手 都移开了之后 哦终于看到光了 他就是 他就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我 我是 我是觉得 蛮同意你刚刚说的 那个 那个部分 对 对我刚刚突然听到 老师分享那个 哦 好亮好亮的那个画面 我就想到其实 有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是我们可能 一开始看到那个光 觉得很亮 所以手遮起来 然后这时候有人 要帮你把手放下 你不愿意放下 我不要放 好亮 我不要放 但是我在找那个光 他帮你把手放下之后 然后 他帮你把手放下之后 你又在抓住他的手 就不要 不要 好亮 但是我在找光 就有点像这种感觉 我要变现 我要变现 但是我看不到 那个变现在我前面 我不要放掉 就变成这样子 对 这好像是一种 听起来好像一种心魔的感觉 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那个部分 对 也就是直觉 你要用你的直觉去变现 通常会被很多你 心里面的一些心魔 或者是 既有的观念给挡住 对 没错 有人说鬼遮掩 对 这形容的真好 对 三个字就解决 我们刚刚讲一大串 对 对 我觉得 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这也是我刚好在前阵子 跟Ember教练 就是人生教练 Ember 有聊过的一个 议题 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 觉得很烦恼 我烦恼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明明很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 我又觉得很焦虑 然后Ember这时候呢 大家如果听Ember的 可能她的一些教学或分享 她的风格就是 OK 所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的想法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然后 去一个个抽丝剥剪 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那样想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道声音跟第二道声音的议题 我的第一道声音 那时候Ember就帮我列 第一道声音是这个 1234567 好 我第二道声音是 1234567 然后我就有个惊人的发现 就是 第一道声音其实是我平常讲话的风格 就像我现在跟大家讲话的风格 这个就是我 就是me That's me 这样子 对 但是第二个声音 它很像我的家人 它讲话风格像我的家人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第二道声音 第一道声音 通常真的是你的想法跟直觉 但第二道声音 它很多时候是 来自你脑海里面播放 跟家人有关的声音 跟你的同事 或是跟你的亲密关系 有关的人的声音 它回放在你脑袋里面 你听见那个声音 那个通常就是你的第二道声音 然后我看到现在也有人 有分享说 所以要怎么移开 那一堆手跟心魔 透过静心跟冥想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问得还蛮棒的 我觉得就是说 那一堆手跟心魔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 移开 而是在于分辨 我们有没有去分辨说 我们在脑海中的声音 我们的第一道声音是什么 我们的第二道声音是什么 就像那时候 我跟Ember聊的 她帮我把它分开来 我就很清楚 我第一道声音 我第一道想法是什么 我第二道想法是什么 所以重点其实不在于说 移开 移开手或是移开心魔 而是在于先分辨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这样进度会不会很快 突然觉得好像一直在讲重点 对 不会啊 主要是看大家 就是有没有 听到一些重点 对 我很专心在听 对 因为我是抓重点高手 马上就讲重点 对 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 第一个take away 就是说 你可以接下来的三天 或是七天的时间 你去回想一下 或是说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你接下来 不管是任何事 先不讲变现 谢谢Lily 说不会 感恩 对 我觉得可以先留意一下 就是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生活 育儿都OK 任何 微小的事情 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然后把它快速记录下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做这个练习 然后再来就是说 第一道声音出去之后 有没有第二道声音 开始跟着过来 好 如果有话 你也可以把那第二道声音 把它记下来 然后你再去思考说 这第二道声音 好像 我妈 还是 好像我爸 还是好像我前男友 还是很像我的伴侣 还是老板之类的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觉察 跟留意 那其实你这个练习 你做了一两次 我跟大家保证 这个真的超有效 你马上 那心魔就少掉50%以上 大幅度降低 因为你就会发现 哦 这个就是谁谁谁在说话 我就是听到那谁谁说 谁的声音的说话 只是我以为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它让我很纠结 它让我有两个声音 在彼此干扰 跟彼此打架 让我想做的事情出不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take away 然后可以去把它当作是练习 一个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 一个觉察练习的部分 那要不要请老师 我现在要把球丢给老师了 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说 对 那因为老师有创业16年的经验 不管是在深信 大家刚听有没有 老师那一串 金钱疗愈 内在小孩医治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好像最近很流行的主题 跟话题 就觉得似曾相似 但老师16年前就在做 所以其实老师 现在都不想做 对 副科版 超多耶 现在大家都做 现在很多 现在蛮多的 还有冥想啊 NLP啊 对 对对 对各方面 还有潜意识疗愈 对 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 就是你刚刚说 那个第一道声音 第二道声音 以前我们做一些练习的时候 比方说以前 我带一个 带一个 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大问题 对 就是如果你想要找到 你内心里面真的方向 然后你想要找到 你的人生的愿景 或使命之类的 有一个很简单 三个问题是 呃 你这辈子想要在哪些地方成长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你这辈子 想要体验哪些事情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你这辈子想要贡献 你周遭 或是世界 什么东西 嗯 然后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其实 我会跟大家说 就是 呃 给我只花30秒 或一分钟回答 各一个问题 哈哈 对 就是有点类似这个感觉 因为 你那么短时间 所以 没有时间会有第二道声音 跟第三道声音 或是第四道那些家人的声音出现 通常第一道声音 有可能啦 有可能就会是 你内心里面 真正的那个直觉嘛 对对对 你自己真正想要的 对对对 所以我刚刚听起来是 哎 蛮像我以前做那个练习的 然后另外一块是 我觉得刚刚 Terry要说那个也蛮好 就是对 这种重点也不是说 移开那一 那一那一堆手 只是分辨而已 就是 他手挡在这里嘛 嗯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动头啊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因为手很难 很难动 因为是别人的手 可能就是肌肉很大 对 不再可以动这样 对啊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闪嘛 哈哈 我们可以闪 不用把他撞上去 只是开玩笑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 我刚刚想到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误解 但是那个确实是需要很 我个人觉得是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 我自己也会去 在生活之中 在事业里面去做很多 去看你的直觉的那个练习 嗯 那这个练习 有时候会有一个bug 就是大家会觉得直觉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瞬间的反应嘛 对 但是我会 我会 我会 我会把它分辨 细一点 对 我会把它分辨 细一点是 我觉得直觉是回应 对 而不是反应 那反应是什么 反应有时候 我们讲一个 比较 反应有时候是 有点像是 你今天有点 有点焦虑 对对对 就是听到 呃 这个月都还没有人买单 对 你的第一个反应 有点 有点担忧 然后有点 焦虑 然后 那种好像很快升起的那种 那种情绪 我觉得他 有些人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 是一个直觉嘛 就好像有些投资的人 对不对 投资的人他们会 巴菲特不是常说那个话吗 就是 就是大家贪婪的时候 你要害怕嘛 然后大家 大家害怕的时候 你要开始贪婪嘛 对那是因为大多数的人 他们活在的框架是 他们的恐惧的反应里面 但是直觉的 真正的一个直觉 我们要去分辨的话 他 他比较不是像这样子一个 来自恐惧的反应 对 他比较是 有意识的 就像刚刚Terry啊说 有意识的都看见这些 看见那些手 因为那些手就是反应 对 但我们有时候会误会 我们都看见那些手 把手当眼睛 对对对 我们不小心把手当眼睛 还是怎么样 但是 我们现在 但是直觉的话是一种回应 就是你看见手在那边 所以你决定怎么样 你决定不要继续 把你的眼睛贴到那个手上面 你决定要闪一下 对 又用这个例子 对 看见了 那我就闪一下 这个叫回应 对 我这样 那会不会很玄 大家会不会听不懂 对 我相信在场的大家 应该都听不懂 我觉得应该听得懂 我相信 参加的大家 蛮聪明的 对 蛮有领悟力的 对 我觉得刚刚老师 分享一个很棒的 我觉得一个点 我觉得可以再延伸 就是 很多人会把直觉 的想法 跟反应搞混 例如说 就像刚刚提到的 我这个月没订单 我创业怎么都没有人来 怎么都没有人买东西 怎么都没有突破 业绩百万 然后我的 可能我们的直觉 反正就是焦虑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恐惧 所以我们是用恐惧去回应 这个世界 对不对 但是直觉其实不是回应 不是那种情绪上 或是 这种 思想的惯性上的 一个回应 直觉比较像是说 你会有一个 叮 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是一颗电灯泡 好像 很暗 然后突然有人 灯 这样子 你就 哦 我看到了 我原本在找那个灯在哪 然后摸黑摸很久 哦 突然有一个灯这样出来 告诉我 就在前方 对 或者说 在一个黑暗的空间 然后连灯都没有 然后你就想说 哎 灯在哪 灯在哪 然后突然 你有个想法说 在前面 然后你就马上 把手摸在前面 哎 你就发现 哎 原来灯的开关在这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往 往下细分 就是说 我们是被情绪 引导 还是被我们 思考 思维的惯性 引导 还是被我们的 创造力 引导 但这个 很细 我觉得今天 可以先带给大家一个 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它是更detail的部分 对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 哎 其实我很多时候我的想法 嗯 还是 它是我的想法上面的反应 还是我情绪上面的反应 还是我思考关心上面的反应 还是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这样的留意 那刚刚就是 我又从老师 那个插进来的地方 我又再接回去 想要问老师说 对 老师有16年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经验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直觉是什么 然后 也问了大家就是说变现 对大家来说变现是什么 那老师有没有想 可能就是你实际上的一个创业的经历 或是你客户的案例 可以分享就是关于直觉变现力的一个 嗯 一个价值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呢 嗯 其实蛮多的 我要想 三二一选一个 选一个 好 我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就唐母鸭那个嘛 你知道那个 你有听过的故事 对 那很有趣 就是 就是 有一年 那个时候我公司 我请了蛮多人的 大概有七个人吧 对我来说 是蛮多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 诶 那几个月业绩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有点慌了 有点担心 我要 接下来我要怎么付大家薪水啊 然后我们就 找大家一起开会 然后就讨论了很多 要怎么做啊 然后那个会议其实蛮焦着的 也蛮焦虑的 那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 常常会做冥想的人 然后你知道有些生性老师啊 会是那种 你要跟你的高龄连结啊 你要接收到 来自于宇宙高我的讯息什么的 那我那时候也有做相关的一些练习 像是一些 一些冥想的一些功法 然后 我内在有一个 一个创造力的来源 你可以把当中是 讲比较逻辑一点 就是我的想象力啦 对 然后讲比较选一点 就是高龄之类的 然后 然后我们叫内在顾问 然后我的公司伙伴就说 不然 老师你去 你去问你的内在顾问好了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说哦好 我就 我就跑去 因为我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床旁边嘛 在家工作16年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直接跑去旁边睡觉 然后我在睡觉的时候就在冥想 然后去冥想去看到 就是在想象世界里面去 很放松 然后去 去接一些灵感 然后我内在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角色叫唐母鸭 对 然后他就 我就问他说 那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办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 在我内在想象里面 他就秀了一个画面 那画面是我刚开会 我们画的那堆心智图 然后那堆心智图里面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选项 就是我们想的 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他就指着这个选项 我说是这个吗 然后他说 的下面 对 因为好几条嘛 然后他说 这个的下面 你们很期待 我说好 对对对 然后我就醒来 真的真的 醒来之后 我就跑去 我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去看这个的下面 然后就整个吓傻了 心都凉了 因为那个是我 对心都凉了 为什么 因为 我那个时候其实也 我是一个创作型的人 所以我想了很多的方法 然后但是我想了很多的方法 其实都来自于我的一些 喜好跟框架 我可能学 过去可能学 学过变现 你要学会与人合作之类的 然后我可能学过 就是你要 就是联盟行销 这是你赚钱 成本最低的一个赚钱的方法 对 就是利润很高的 因为你做的事情很少 然后或是 反正我们学过很多的 这些方式 所以我那时候的喜好 其实是很倾向 我们推广别的 别的老师的课程 或者是我们找 谁谁谁的老师来一起合作 一起做一个课吗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 也就是说 那个是我的反应 那个是我的 那个反应可能来自于 除了恐惧之外 有时候就来自于我 过去所学的一些框架 所以我说是框架 是反应的意思 对对对 然后但是 我心里面 当我进入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放松的状态的时候 然后 我内在的顾问 给我的是这个答案 然后我就去看 结果这个答案 是我当时最不想做的 我当时就是 我这个课程 我想停掉了 做这个 好像有点无聊 还是怎么样 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 好玩的心态 对 直觉好玩的心态 就是 如果我们一直照我们 想要去做我们 其实我们的生活 是被制约的 那不如我试试看 我内在的那个灵感 就是 我就去做 那个不想做的事情 结果后来 那个专案 那个月帮我们赚了99万 然后后来又在 后来又延伸下去 反正就解决当时 那个 要发薪水的问题 可以发便当 对可以发很多便当 那三个月到六个月后 我回去看 那些当时我想要 找来合作的人 或是怎么样 其实私底下我还是 因为我想做这件事嘛 我还是偷偷的来 试试看 然后跟他们联系 我就发现 还好我没有把我的 全部的主要心力 都放在跟他们合作上面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忙 对 那些老师 都在忙他们自己的事情 对 有些答应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 无疾而终了 或是没有推广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 光谈 光要谈要怎么样做 就 就谈很久了 这是我自己在我生命中 验证的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 他也算是 你跳脱我的 我的框架的反应 然后去 遵循我的一些 一些直觉 然后去实验的一个 一个结果 对 这是这是第一个 那 那当然这几年有 有更多 类似像这样的 的直觉去选择 要做什么事情 比方说我这 这三年我们在练习 当我在分享 机器模式的时候 我就有提到就是 以前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看KPI 一定要看数字 一定要看流量 一定要看出席率 一定要看转换率 一定要看成交量 其实我们要看很多数字 然后看营收 然后去定目标什么的 我在这两 这两年我就开始做一个 也蛮直觉的一个实验 我就觉得 我来试试看 都不要看这些东西 看这个事业 一两年后会怎么样 结果也没怎么样 结果我就得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原来我可以不用看 这些东西来做决定 然后我做一个练习 就每天会有一些 每天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框架式的反应 就是说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不会成功 你现在不赶快去做什么事 客户服务还是怎么样 当然客户服务还是要做 我也有好好的做 好不好 那你不赶快去做一些 行销的事情 赶快去写一些文章 你每天要日更 对不对 你要有规律的 一致性的去发 去发你的社群内容 大家有没有开始觉得被打中 我就没错我好像觉得有个压力 对我们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 那个东西就是奇迹模式 在讨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 其实那样做也不一定会成功 我这样会很贱 我自己觉得有点贱 但是我这几年在做练习 然后带很多我的客户去看见 就是 就是我们跳脱这样的反应 那真正的直觉是什么 所以我最近的做事模式 就会变得有点 这两年 我每天早上起床 然后看见我的框架的反应 然后说 你不去做 你那个客人就卖得不好 我就偏不做 我怎么样偏不做 然后就在那边放松 然后冲个浪 然后从 然后从 冲浪冲到一半 然后突然跌到水里面 然后从水里面起来 说 我突然知道我想做什么了 就是会 会比较随心 就像我 老师要不要秀那张图 那个同心园 你说同心园吗 对 在有一次冲浪 对 有一次在冲浪 然后到海底 然后就看到那张图 对对对 这本来是个三角形 但是 透过我们的 Terry阿老师的协助 他 纠正了我说 老师那不应该是三角形 应该是同心园 对对 这个就是我也是 通往跌倒的时候 想到的一张图 那可是 也不只是这个而已 还有很多 呃 还有很多一些 一些决定 他就真的是出自于直觉跟 玩尼巴 比方说我要开奇迹模式 就是 就是在乱玩 然后 前阵子开 前阵子就是刚好 有一些课程 像我是跟其他 其他教练合作的一些课 也是因为 哦 突然他们突然出现了 然后突然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我就 我就做了 对对 但是如果我用逻辑来去看的话 好像事情都不应该 这样子乱做 可是我做下来的结果 就也都还不错 对对 但不是每件事情都有 像现在就有一些有在酝酿的事情 就像是我可能写 我写那个电子书 那个创新成长策略 那个六个核心 概念的电子书 刚开始本来是为了 推广某一个课程 对 可是写完之后突然不想写 就觉得哦 有点累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好像比较好玩 我就跑去玩另外一个东西 别人会说有点浪费时间 可是 可是实际上 我就是随 我就是随 随我那个直觉去移动 但是会发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有蛮多 这类的 这类的看见发生 诶这样 这是大家想听的吗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帮大家回答 蛮有趣 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得 津津有味 对 但我觉得 应该现场的 大家会听到这里会 可能会有点 诶真的可以这样啊 但是同时又有一些 担心或是害怕的想法在 例如说 诶那我要怎么样确定 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效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想说 诶这 我要怎么知道 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效 然后以及 因为刚刚其实老师提到的 一个部分是那个sign 也是其实我们今天 想要透过直觉变现 跟大家分享 就是留意 那个记号 也就是老师 长提的 最近很长提的 面包鞋 寄居鞋 面包鞋 面包鞋 对老师每次 对老师每次打那个 mine给我 就是面包鞋 因为我用注音打 他很难 很难那个啊 对每次都面包鞋 我想说 诶是寄居 寄居蟹还是面包鞋 对 所以我想问老师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知道 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它可能是有效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 应该会对这个部分 感到一些好奇 然后也想知道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要怎么样留意 我们可能是事业 不管是创业的灵感 或是 让事业成长的 那个方式的一个记号 我们要如何去发现它 嗯 这是两个问题 对不对 对 嗯 我想一下 从来都没有在提问表里面 什么东西 现在提问的内容 都没有在提问表 真的 还好我也没看 所以 我现在没看 因为你看 今天 你丢 你丢说你想问的问题 我有看 对 但是大家就知道我们 呵呵呵 对 就不知道去哪了 就这样 就是 完牌出牌 给我一个访问稿这样 然后现在就丢一些 里面没有的东西 而且是一个小时前的访问稿 对 一个小时前的访问稿 就是 嗯 第一个是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是有效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奇迹模式在 在讲的 就是 呃 其实大家就很想要 其实很想知道 什么是有效 不是问题 对对对 我们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起点是像 是这样子的一个渴望 对 啊我觉得是问题 是奇迹模式里面 我们有带到的一个 一个重点 就是 我们以为有望无一失的 有效的方法 我觉得是这个 对 我们以为 某些课程 某些书里面 现在太多书了嘛 对 太多课程了 太多 对 一堆 一堆社群媒体 就是 就是 随便一个人 对 现在大家都在做社群 没错 想要做那个自媒体变现 可是 因为我在那边16年 所以 我就一直在观察 我觉得很有趣 就现在随便一个人 对 刚开始 我16年前 我就是 我就是随便一个人 开始出来的 对对对 但现在真的是 哇 好多人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出来 然后可以 办的 就是成功人士 穿衣装打领带 然后或是 或是逐一台保时节 没有 在保时节里面开说 成功的三大原则是什么 告诉你 这辈子 就是大家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 就是知识 对 那大家也都觉得知识很重要 知识改变命运 可是跟我们今天讲的直觉是 我们讲直觉不是知识 我们讲直觉是超越知识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比较 我觉得是更有趣的一个 一个地方 然后所以拉回来探讨到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有效的 就是我们会好奇知道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天 也会知道什么是有效的 但是问题来自于 我们想象真的 有人告诉我们的事情 是有效的 有人告诉我们的一个蓝图 是有效的 有人告诉我们的一个流程 是有效的 有人告诉我们的一个步骤 是有效的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完全没有效 那些秘诀或是方法 或是我们上过的一些课程 没有效 我说的问题其实是 当我们相信 那个是万无一失的时候 它好像就会造成一点点 一点点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好像变一个框架 对就是像以前我们学过 我现在你们叫做 档期行销嘛 以前我们叫launch 就是我们会有一系列的 就是你如果要变现的话 你要把你的知识变现的话 你要学会一个叫做 档期行销流程 然后让你的客户会 会有点像 那个方法好像是说 以前苹果他们在launch 他们在发售他们的新产品的时候 他们会经过一系列铺陈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 抢购的大牌长龙的排队 有没有 然后那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学来卖你的 知识性的商品 你的课程 你的服务 这个叫 现在叫档期行销 以前我们也学过这个东西 然后 有时候很有效 有时候没有效 但是我 但是算是对我们来说是 不会做完全无效的东西 对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对 怎样做都有效 可是 有一阵子我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因为做那些事情很繁琐 很照表操科 然后很多空格要填 对 你今天第一周要做的事情 你第二周要做的事情 你第三周要做的事情 你第四周要做的事情 你第五周要做的事情 都已经格子规划好了给你 当初我学的时候是觉得好玩 但是后来做久就会腻嘛 就觉得很无聊 所以我开始不这样做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师要合作 然后那个老师就 我刚开会的时候我就很卡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我现在 不用那个流程做的话 我就会 我就不会成功 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 反过来的想法 就是那些 那些我以为有效的事情 我太相信它了 然后 我就觉得我不做就没效 比方说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刚刚有讲到 现在很多人都说 你做社群自媒体 你要有 有恒心 有毅力 我今天才跟 那个一个 一个学员佩佩在讨论 他说要有自律 要有一致性 你要一直产出 你才会成功 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吗 那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 有的话 其实是不是很重要 对 看一下大家的想法 你曾经听过了 对 成功需要自律 你要每天生产你的内容 然后你要固定的去更新 然后什么 然后我们又看到很多 真的蛮厉害的人 然后每周三更新 哇 那真的 好强哦 我以前也会 我会搞一下这个 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子 搞我自己 因为 因为 当我们相信这些想法的时候 一定要日更 一定要周更 一定要演算法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做 或是之类的 有很多的知识 可能确实会成功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会成功 对不对 那么多人上过这些课 也不是百分之百会成功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以为不做了 我们就不会成功 对 我不用那个流程 我跟那个老师合作 我就不会成功了 所以我跟他开会的时候 我就很考 就我怕我帮不到他 我怕他可能会卖不好 还是什么的 但当我发现到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就先把他丢掉了 对 我就先把他丢掉 然后后来我的伙伴 他们就自己来做 结果那个课还是开起来 结果 不代表说 我不做某件事情 就没有效 所以我们回到 再回到那个主题 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是有效的 我觉得其实 这个很有趣 就是 我的观念 我的观念就是 没有人知道 哈 哈喽同学下课了 没有人知道 对 有谁是先知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谁算命 算命算很准 他 他可以知道 他明天会怎么样 我可以知道 呃 就是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很有趣 就是 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用我们证实有效的成功方法 对不对 走成功者的经验 之类 但是那些都是 都是 都是 都不是创造力的东西 都是 都不是创新的东西 那些 然后复制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对对对 复制贴上 那可以省时啦 可以让我们快速先乱做一通 然后 但是有没有效 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你去上课 或是去学别人的东西 是一个试穿鞋子的过程 我们常讲的 那可是有些鞋子适合你 有些鞋子不适合你 有些太大 有些太小 有些跟你脚不合 就算你觉得size刚刚好的 可是那是别人的鞋子 它跟你脚不太合 你要穿一阵子之后 变成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合 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学习 只是 学习的心态 的观念是什么 它会让你在这条路上 更容易 更做少得多 更少内在冲突 你不会就是 用了别人流程之后 啊什么没有用 还是什么的 一定要日更 你不喜欢就先不要日更嘛 对不对 因为创业最重要是你这个人 然后所以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我觉得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真的知道 什么是有效的 而且 成功真的可以复制吗 这是我觉得一个 我很常讲一个例子就是 周杰伦可以交出 下一个周杰伦吗 对 有些人说可以啊 因为他周杰伦 对不对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说 这世界有需要第二个周杰伦吗 对 有需要第二个Lady Gaga吗 就是 每一个生命 在每个世代 我觉得都是 都是独一无二的吧 对不对 你要成为什么 美国川普 为什么 你不成为你自己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 看很多成功者的一些书 然后Google这样做 然后Google有几百人 几亿的公司 然后你公司 只有你跟另外一个 你们就有两个人 然后你们要用他 我以前搞过这种东西 我学过一个 他们身心灵公司算是 行业领先的 一两百人的那个方法 他们就用 Gross Hacker 然后Marketing Funnel 然后Content Marketing 然后有一堆一堆事情 然后Product Creation 就是产品创造 一大堆东西 这样 公司只有三个人 我发现 我做不 我根本做不来 对对 可是我们却相信了 我们应该要那样做 现在人都很少有 我们都很少有Guts 就是说 啊你那个成功法榜 是巴菲特的啊 那我做不起来 那个成功法榜 是比尔盖茨 特斯拉 我做不起来 我觉得 我没有人知道 什么是有效的 对对对 当我们真的看见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 反而我们才可以 走到一条 一条路径 是你发现 对你来说 真的有效的 方法是什么的 的一个道路上面 我这样讲 先到这里吧 大家可以 对不对 大家有什么想法 对 对我刚刚看到聊天室 其实还蛮多人有分享 很棒的一些 对 像Elaine有分享 都学别人 没有创造力 不见得 而且应有自己的特色 好像都写诗 太厉害了 对 对我觉得 真的是这样的 微微写诗 大家可以习惯一下 如果上奇迹模式 老师真的有时候 会突然唱歌 然后拿着吉他 看唱歌 不好意思啊 对 这种 不知道是奇迹模式 还是奇葩模式呢 对 蛮特别的 对我觉得 刚刚老师 我觉得可以 就是一个亮点 就是说 不是说不能学 那个所谓的框架 因为确实如果说 因为 我是创业教练嘛 对对 所以我大概知道 就是说 在帮助学创业 那些是好的 我觉得那些是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过程 是可以快一点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知道 例如说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变现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商业模式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行销 行销为什么要行销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框架 然后透过框架去学 去摸索 去探索 我觉得它是 很棒的一个基础 但是我觉得现在 大部分的问题是在说 那个框架就是 它的唯一 就是它生命的来源 就是它价值的所在 如果把那个框架拿走 我就不是人 大概就是这种过程 这就变成说 我害怕去掉框架 但是那个框架 原本就有点像是 就是我前面 只有看一个YouTuber 他在分享他的 育儿的经费 然后他 就有分享 他在让小孩学做家事 有一个叫做 好像是学习乙 对 就是有一个椅子 有个辅导 不能说是辅具 就是辅导孩子 可以在厨房工作的 那个椅子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框架 就像那样子 就是我们可能是一个 创业的小孩 小孩的状态 还在摸索 还在学习 还在探索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辅具 辅助我们去 可以站起来 然后直到我们的双脚 有力量 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 我们的手部肌肉 变灵活了 我们的肌肉开始发达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事 做起来 所以其实框架应该是 它是一个辅助 但是它不是框住你 限制你未来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现在大部分的问题 是在于说 我们把它当作是唯一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 那个框架里面 一直绕圈圈 就变成是一个老鼠 的回笼 然后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但没有前进啊 就在原地 很努力很努力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轮子 或是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草地 你可以跳出那个笼子啊 对不对 因为你是可以奔跑的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 转圈圈 所以我觉得 刚刚想要带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第二个take away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们去学 所谓的创业的方法 或说变现的步骤 它的重点 应该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让我们去更好的去探索 更有力量去探索 创业是怎么一回事 更有力量去探索 到底什么是 适合我们的变现方式 因为除了知识变现 也有经验变现 然后也有圈圈变现 大家自行填入空格 圈圈变现 对也有超能力变现 有特异功能变现 都OK 其实变现方式有很多种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out of box 去跳脱一下 如果我们习惯了这个框架 我们知道这框架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肌肉开始长了 我开始可以跑了 翅膀硬了可以飞了 那就飞啊 可以飞出去没关系 对不对 不用害怕飞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这个框架 我们不要被它限制 而是在这个框架 去学习 去探索过程当中 不断去问自己 我到底喜不喜欢做这件事 我为什么要创业 我喜不喜欢创业 因为我刚刚也有看到 有一个同学 我问就是说 那到底定位重不重要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还蛮棒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然后 就是我们常常说定位 我们一直在找定位定位定位 然后找定位找了老半天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定什么位 然后别人也看不懂 你在定什么位 所以有定跟没定是一样的 对然后就一直在纠结定位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那我这边 因为我这边的分享的角度是 我跟大家分享的定位的部分 它不是说我是一个插画家 所以我定位就是插画家 我是一个灵魂疗愈师 所以我的定位就是灵魂疗愈师 这个不是定位 这个只是你的主题 你经营的其中一个渠道跟主题 真正的定位应该是 我是谁 以及我透过这个事业 活出我自己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认识自己跟接纳自己 并且是活出自己的一个过程 这个才是真正的定位 所以如果你定位 是用这个角度来看 它重要 但是如果你的定位 是定义自己的位置 要区别啊 然后 你不做这样的定位 就没人买啊 然后就没人变 就没客户 我觉得那个是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那个其实 我觉得不是现阶段 大家要去 对对对 那个不是大家要去抓住的 大家应该是去回顾到 就是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创业 我为什么要变现 我变现 当然是想赚钱 对不对 大家应该听到这边 当然是想赚钱 不然要干嘛变现 不然我就不变现 对不对 但为什么你想赚钱 你是不是其实有想过的生活 你想要有你的自由 你想要有你的个性 你想要活出你自己 你想要把你想要的价值 带出来 对不对 这些才是大家想要创业 或者说想要变现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整个直觉的 直觉变现 还有整个的一个知识的 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不住的去问自己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然后再从里面去带出 那个力量出来 这个才是一个 直觉变现的一个锻炼过程 那我觉得刚刚 我又要把球丢回老师 丢给老师 对老师刚刚有透露一点 很紧张 有球丢回来 有警觉性 对警觉性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一个 问题就是面包屑 对我觉得或许 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不管是祭司 对没错 我会记得 不会 我会再捞回 老师是飞走 我会再抓 老师那个还没飞走 对大家来说 很照顾大家 对 对那什么是 老师要不要分享 什么是面包屑 面包屑应该是这样 面包屑就是 我在有coaching 我的一堆客户啊 或者是在 在我们的那个 一些课程 或者是club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带客户去看 我们之前的名词是 生命智慧给你的 事业成长线索 就像是我刚刚 那个 Terry啊 老师 他有叫我分享这张图嘛 我再开给大家看 就是说 我们大多数人在 追求事业成长 老师 我们会追求很多 知识工具技术 跟方法为优先 然后 可是很少人 会去看 他个人适合什么 就是他的天赋啊 他的强优势啊 这是另外一块 但是在事业成长上面 我们常会讲 就是 有时候你的 有时候一个人事业 会突然起飞 或是成长 其实 不一定是我们 计划或规划出来的 有时候就真的只是 这个世界上 突然产生什么变化 整个大环境竞争改变了 然后你刚好在那个位置上 你看见了有那个位置 对不对 那就是生命智慧给的线索 然后另外一块 生命智慧给的线索就是 就是你心里面 可能有一天 你突然有一个灵感 那个灵感就是一个直觉 那那个是一个 很笃定的感觉 然后你 你也不知道 做这件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会不会有成效 可是你心里有一种 算是蛮 安稳的一个 笃定 甚至好玩的 倾向 然后因为你接受到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它也可以会让你的事业 突然去成长 然后那个就很像我们所谓的创新 对 就是你 可能不顾 先不去管理的那些来自于框架的反应 不去 不去相信那些手 有没有 不去看 你就是闪过那些手 你看见那些手 不是真的重点 你看到光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你遵循的那件事情去做 你也不知道结果会发生什么 但是 它会让你有一个 当然让你事业 有可能会再有一个新的高峰 跟新的成长 那 因为我在我coach 我的客户的时候 就会发现 有的时候有些人 他们赚到很多钱 或是他们已经有成功的一些经验了 但是接下来 他们就被他们成功的经验给 给挡住了 对 我的客户比较 比较多是 有可能会比较这样 对 对 蛮多是这样 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 他被 如果他不继续打广告 他现在 最多人前阵子遇到就是 我广告遇到问题了 对 广告的费用越来越高 然后转换越来越低 我现在要怎么突破这瓶颈 他们都在那个洞里面转 你们 都在那个牛角界里面转 然后 但是 我coach的方法就是 因为我也不是研究广告 我也不喜欢研究广告 那 我觉得研究广告也很好 你喜欢就OK 那 可是我会带客户去看见 就是他的 面包线是哪里 就是他最终目的是 想要让他的事业可以成长 但是他以为只有 把广告优化好 用他旧有的模式 才可以让他事业成长 那我们会去看 就是 其实他有没有什么灵感 是他想做的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 只是不敢做 因为觉得 如果不把广告顾好 怎么办 我客户怎么伸出来 什么之类的 然后如果我不继续更新我的社群媒体 我不去这样子做内容 我不去录 podcast 我不去写文章 或者是 我不去 我不继续做短影片 之类的 短影片是下来的趋势 而且我一定要用AI 因为AI才可以增加我的 残能 好不好之后有BICI DI 不是啊 我觉得一定会有 就是这些东西 也都好用啦 对对对 然后 AI那部分我就觉得蛮有趣 我觉得他可以加快速度 他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如果大家又太相信 这个东西一定可以让我 变现 你总万无一失 对 那就又卡住了 对对 那就那就又会卡住了 因为 不知道我一直想象 就是大家都用AI写文案做内容 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 就都是一些垃圾 没有 不是垃圾 就是说 可能在某些阶段 还是对某些人会有一些帮助 但 只是对我个人而言 有一点点无聊 我也会玩AI 我有买 我买那个ChurchPT 然后 我也有用一些 用一些东西这样 只是因为我现在也不写文案 所以 所以 我也不知道用它干嘛 对对 有时候我就跟他聊天 你模仿林星成的教练 来酷起我 来问你问题 然后 我给他 我自己在那边酷起这样 就题外话 那 我刚刚要 讲什么面包血 对 所以 有一种面包血 就是你内心 的一个 我们刚刚说 那个笃定感的直觉 对 就像我开起机模式 我就是 没有来由的 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 我随便定假 那个时候店很便宜 然后我觉得也不会赚钱 或是我 我开我的一些 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 我遵循我的灵感 像我有开健身课 还有开减肥课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学过行销漏斗 就是marketing funnel 这个概念 有学过吗 有学过的话 起来数字间的一 对 销售漏斗 有学过的话 起来数字间的一 有 OK 所以今天的人 比较不是 这一挂的 比较少 对 但是以此类推 就是说 我们在讲的主题 也是逻辑跟直觉的分别 就是 以往的销售漏斗的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是创业教练 对不对 然后你的最高单价的一个产品 或是服务 内容是 就是这个服务 然后所以你前面要给一些什么东西 你前面要给一些 跟这个创业有关的东西 对不对 跟 跟你的服务有关的东西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 他的漏斗可能 传统漏斗可能是 免费的内容 电子书 然后再来是 可能低价的书 然后 小课程 然后一直慢慢引导 但是这种漏斗有千百种 可是 以逻辑上来说 应该要同一个主题 比较合理 对不对 就是你想要 你最终目标你是想要成交你的 创业的高单价的客户 那你前面要针对同样主题去 做行销嘛 去做分享嘛 对不对 你不太可能是 你前面交 减肥 然后后面客户 变成你的 创业的 插花 对 就叫你插花 对对对 你高单价卖插花 然后你前面卖 你前面是卖减肥这样子 对 这个好像不合理 同意吗 大家同意吗 同意的话前面说是健身 但是我呢 我就遇到过类似 莫名其妙的事情 也不是莫名其妙 就是 我有一个灵感 就是我当时就是 很想玩一般 想要做一个健身的一个课程 然后或是 还有另外一个减肥的课程 然后 也不是为了赚钱做 就是 就是想做 对对 我有很多东西就是 一个灵感一个直觉 我就想做 然后我就做了 然后那个东西赚钱吗 就是 其实他赚少少的 可是我确实后来有一些 找我一对一的 或是 或是来 来购买我一些高价 比较高价课程的客户 他们是因为这个 他们是因为 他们上过这个课程来 才知道我的 对对对 就是 听起来不合逻辑 也不是我规划的 然后可是他就变成一个 特殊的一个路线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 有时候别人没有 没有办法模仿 也就是说 我会协助我的客户去看 他的 他的 他自己的灵感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的灵感 是有可能会带出什么 会带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 可能性 就是我们说 生命智慧 给你的成长的线索 然后 这是一块 就是面包学 是自己的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 在我们的事业里面 如果我们不被那些东西挡住 不被那些 万无一失的方法挡住 其实 我们世界里面 一直都有一些 早就有效的东西 早就很轻松的东西 我就会跟我客户去找 有什么东西你做起来 很轻松 可是他一直有效 有什么东西你都不管 可是他的效应就很好 然后或者是 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盲点就是 我们好像觉得 要把困难的事情 做得很好 才是成功 对不对 光这个想法 我们就会一直往那种 做多得少的方向去 前进 吃得苦中苦 对 吃得苦中苦 然后 方为龙中人 什么龙 老鼠龙里面的 那个人 对就是 我们会有这样的东西挡住 但实际上 我们会去用 相反的方向去 协助我给我去找 那样的面 那样的一个 面包屑是什么 对 有时候我们很想做 A方案 可是就会发现 市场上或是客户 他们要的东西都 是不一样的 比 我再举个例子 以前我做过一个 乌克利利的一个 教学的网站 然后我也做过一个 冲浪教学的一个网站 不是我自己教的 就是我是做一个 商业模式出来 然后我们就常常 接到客户的电话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接到 乌克利利的 想学乌克利利的人的电话 然后我们就会帮 安排老师 然后去他的家里教 或是找个场地 帮他们上课 上乌克利利这样 然后我就 都会有很多人问 有些客户就会问 我说 那你们那边有卖乌克利利吗 我就说 没有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跟我的创业老师 在新加坡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 为什么我用你这个方法 我没有办法做 像你那么大 你都做到上亿了 然后我在那边做 一点点这样子 也是同样的模式 同样的SEO什么的 然后他就跟我戏聊 然后他 我就跟他说 我又没有在卖乌克利利 可是客户都会问我说 有没有 客户问我说有没有 然后他就打我头 他说你 对他说你笨的 客户问有时候不卖 对就是 有一些这种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 整个世界生命已经告诉你 客户已经告诉你 或是有些迹象 有些数据也告诉你 不一定要从数据 像我就很难的看数据 但是 我们没有看见 但是那个可以让你的事业 很快速很简单的去成长 然后 这是 这是我们 我会 陪客户去找 就是 这就是面包蟹 然后 那个面包蟹 大家会看不见 是因为大家有 想要控制未来 大家想要知道 未来结果会是什么 这其中一个卡点 但是如果你 像我们今天 给大家take away 就是没有人知道 什么是有效 然后所以我们 我们能做就是 我们可以跟着面包蟹走 我们也可以就是 相信我们一定知道 做什么有效 或是人定胜天 我一定要完成 我所做的事情 那一定要也是一种框架 那个没有不好 你一定要征服世界 你可能可以变成希特勒 但是 但是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生命来说 或是这个事业来说 它是更中效的 它是有一些 更具潜能的东西 它比我们的 比我们想要的东西 还拉着更厉害 对 然后那个地方 就是直觉的 直觉的来源 创新的来源 也是潜能的来源 也是价值的来源 就是 我会这样看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角度来 来去找 面包蟹是什么 对 对 那我们的KLA老师 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又把球丢过来 对 又把球丢回去给你 那它是 因为你来的 又在丢来 好 OK 对 我觉得那时候 在听老师这段过程 我觉得我也想到 我的自己的经验 对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在很久 古早时代 是做插画开始 我的创业一开始 不是做教练哦 我现在是在做商业教练 但是我一开始 是做插画的接案者哦 品牌接案 平面设计的接案 跟插画的接案 等会开始这样子 出道的这样子 如果大家知道这件事 可以帮我打一 我看有没有一个 前辈同学 有没有人知道 这么早的事情 好 对 那我那时候 有人知道 厉害哦 对 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一开始 变现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 我之前有在 其他的Podcast 节目分享过 就是我一开始 想要创业 或是说想要变现 然后我就开粉专 我想说这样子 应该全世界的人 都会知道 我正在做插画吧 应该会有案子进来吧 然后就 我就开了 一个月之后 没有人啊 超尴尬 对 然后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以为东西一出去 然后大家都会有回应 没有 现实中不是如此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怎么变现 我要怎么创业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嗯 我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变现的 这两个词 变现是这 这几年开始有的词 以前都是叫创业 创业创业这样子 对 所以我想说 那我的商业模式 我的商模是什么 我产品和服务 我的客人在哪 我就一头雾水 都没有人 然后想说完蛋了 我应该冲不了 我人生完蛋 我一辈子当上班族好了 对 然后后来是有一天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知道我在 那时候在画插画 那时候在画插 花卉的部分 他说 哎 我很喜欢你画的花卉 我喜欢这花花的东西 我觉得它好漂亮 你可以教我怎么画吗 我就说 可以啊 你就一团人过来 我就开班 就这样 对 我就是这样子 对 我觉得那个也是 对我来说是一种面包屑 就是 他就这样问我 我就说 哦好啊 反正试试看 没试过 然后我说 如果你敢抓一坨人来上 我就敢开课 就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 就这样开课 而且开课持续了两三年 然后也到 很多就是不同大学的推广部 跟很多的场所 然后去分享 绘画的教学的部分 对 然后 我就在这个绘画教学过程 我就发现另外一个面包屑 这面包屑是什么呢 我就很有趣就是 我发现 我好像蛮适合教课 所以我今天才坐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我就发现 我好像蛮适合教课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我的学员 在上 上完我的绘画课 都说 你好厉害 为什么可以把很难的事情 讲得很简单 然后很像简单到五分钟 就可以带走那种 我想说 哦 有这么神奇吗 这样子 对 然后 而且好几个人这样 这样讲 我就想说 诶真的哦 那搞不好我适合教学哦 诶 所以这个是我 真的是我 创业路上 我觉得是第二个面包屑 第一个是有人觉得东西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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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 对 开始不知道什么语言跑出来 对 然后第二个面包屑就是 诶 发现原来我是适合 教学 对 我好像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就诶 这好像也是蛮不错的记号哦 好 但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 所以我就继续绘画教学 我不知道我的路径 是我想说 我一辈子大概就 就这样教学下去 那是直到有一天 也是蛮成绩 因为其实我在创业路上 我也开始去认识不同的 嗯 因为那时候是插画家 所以认识不同的插 插画的创作者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是 诶 这些插画创作者 创作者 创 创作者 哈哈 开始不知道是变天线宝宝语言 创作者 哈哈 对 被老师感染 没有啦 什么意思 为什么 怪 怪到我身上 好 好 回到正常 对 就是我发现了 对就是这些创作者 他就 好几个 而且这不是只有一个 是好几个就问说 诶我觉得你的定位好清楚 你是怎么做定位 我想说 我没有特别做什么定位啊 然后我想说也还好吧 就是一直画画 一直画画 一直画画 我就一直画画 就这样子而已啊 对然后 但是我 我 我殊不知 我 我没发现的地方是 诶原来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个叫做定位很清楚 他们觉得我风格 我的调性 我的整个style 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问 然后第一个问 第二个问 因为那时候 Kim也有来问 小包 小分享 其实对 我是那时候在跟Kim认识的 那时候Kim也有问我 类似的问题 你还是定位怎么做的 好像蛮清楚的 我就想说 哦 所以这个也可以 拿来当做产品跟服务吗 我就眼睛发亮 然后想说 那不然我试试看做 呃 就是我会插画嘛 然后我也在经营品牌 然后我也会教学 然后不然我试试看 当插画品牌教练好了 我来试试看 对 但是那时候 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 没有插画品牌教练 应该说台湾 国外是应该是有 但是台湾是没有人在做 然后那时候 呃 有跟一位 呃 网路事业的老师在学习 他就说 他那时候 以他的角度来说 他觉得这个 这个主题应该不可行 应该做不起来 对 应该不太适合做教练 这样子 对 但是我那时候 我觉得 呃 我问自己一个很重要 很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 第三个take away 就是 当我今天想做这件事 我做 先不论成败哦 我做 我会不会后悔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延伸的问题 我不做 我会不会后悔 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 我想要做参加品牌教练 我做了会不会后悔 好像也还好 了不起就失败 对不对 就觉得 好像还好 好像可以做 那第二个 我不做会不会后悔 我觉得这答案很清楚 我不做会超后悔的 因为我没有试过 然后但是我觉得 其实它可行啊 而且 重点是旁边那么多面包屑 那个面包屑就堆过来 我好像不 不注意都不行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不然我试试看好了 反正不成功也不会成人嘛 反正就长这样 应该还好 好 我就试试看 然后我就 我就照了当时我知道的 行销 就销售漏斗的流程 就开始做 因为我需要一个框架 我就开始这样做 做做做 还真的收到学生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这样子 开始这样收 我想说 做起来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后来 那位网络创业的老师 他后来也教 其他插画家 做插画品牌教练 因为我是成功案例 对 但是他那时候 完全没有要教我这一块 对 所以我是有点 土法练刚自己摸索 这样摸出来 我觉得今天大家很幸福 就是 真的很多知识 虽然过多的知识 会让你选择障碍 选择教练 但是我觉得 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 其实它是代表 很多的可能性 跟多样性 所以 重点不是说 我一定要找到 那个最正确 最有效的那一个 那个是 不见得发生在你身上的 他对这个人有效 不见得是你有效 但是 也不等于说 我就不选择做这件事 而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开始更多认识我自己 更多的厘清 我想要什么 跟我不想要什么 然后我可以帮助什么 然后我不能帮助什么 它是一个 厘清自己 跟活出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大家可以 去做这样的一个觉察 跟发现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创业是一件 很好玩的事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 变现 你有没有发现变 变 很用力 我不是在讲厕所那个变变 我是说 对对 我是肚子有点开始怪怪的 我 是不是 我还没有吃饭 对 不是厕所那个变 我是说变现 对 有没有当然 对变现的变 72变 看我72变的变 我老师要跳舞了吗 先别 先不要 先不要 对 等一下变马赛克 你知道 一花就突然出现 我要维护老师的形象 瞬间马赛克 有这个功能吗 Rum有这个瞬间马赛克 我这就厉害了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功能 你应该没有 老师探索在功能的时候 对我想跟他 聊的就是 因为我发现 当我们想变现的时候 这个变好用力哦 我要变 我要变 我要变才能变出现金 我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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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赚钱 那个变的这个字 会让人觉得好用力 无中生有 好像把什么东西 挤出来的那种感觉 充满压力 有没有 如果有这种感觉 可以帮我打变 对不用打一 打变 就一排变变变变变 变这样子 对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 也去留意 就是我们 当我们在讲变现 这个词汇的时候 变好像很用力 但是到底什么是变现 就回到一开头 老师问说 对大家来说 到底变现是什么 其实变现就是一个 交换的过程 你有发现 当我提到 变现 它是一个交换价值的过程 你的技能 你的专业 你的知识 你可以分享东西 它对某些人 是有价值的 那它就会把 可能是 钱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钱 搞不好是别的东西 牛啊 羊啊 贝壳啊 就是任何有价值 或iPhone手机 汽车 只要有价值的东西 都OK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交换的过程 但是如果当你发现说 变现就是一个价值 交换的过程 你有发现那个 感觉是很平和的 很滑动的 很舒服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变现 我们就好像要变变变变变什么 就很用力很用力 感觉会变力 对 变到肚子痛这样子 然后明明 明明没有要去上厕所 还是跑去上厕所 大概就会变成这种 SOP 所以我觉得刚刚可以呼应到 老师分享的部分是 其实它是 大家有没有刚刚听到 觉得老师其实分享过程 是很轻松的 它就真的是 就这样试试看 那样试试看 不成功 没关系 换条路 但是它就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它也渐渐去收敛 适合他自己 经营事业的方式 但是过程是很好玩的 很有趣 保留一些可能性 保留一些 意外发展的空间 就不会变成说我一定要 1 2 3 4 等于5 对不对 而是说 我搞不好从1 就马上变成5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用着 好玩的心情 弹性 然后试试看说 有没有什么样可能性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去带着 它是一段 认识我自己是谁 的一段旅程 你会在这创业过程当中 认识你不同的面向 我跟大家说 如果我今天没有创业 我就不可能是这样讲话 我以前真的不是这种 个性的人 我讲话大概就是 啊哈哈 当屁股 这是什么 这不是讲话吧 对 对 我是个很害羞内向的人 我是个极度 极哀的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不出来 想说啊 对 我的眼睛模糊了吗 看一下我眼睛 对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我本质上是个极哀 然后非常内向 而且有点害羞 我可以参加一个课程活动 三天都不跟任何人讲话 然后就这样默默飘走 我以前上课就这样子 对 我真的会很害羞 然后会很担心 别人会怎么 如果我讲这句话 别人会怎么想 那如果我又讲这句话 别人会怎么想 然后脑袋寻回完 别人已经走了 然后我还在这 对 我是一个这样特质的人 但是我觉得创业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真的带给我 太大太大的收获 然后太大的价值 不是说创业它 它不会失败 它会有失败 对 我必须很老实的跟大家说 它一定会有失败的地方 它一定会有犯错的地方 它一定会有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以这么一大块 这么一大块的饼来说的话 它真的可能只占不到10% 多一点不到25% 更多好玩的是那75% 甚至是80%90%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创业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来说真是太好玩 太有趣了 对 那好 我觉得我再讲下去之后 就变成另外一个 创业步道大会了 对 那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对 我又把球丢回给老师 对 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 那奇迹模式到底在上什么 然后以及 奇迹模式可以带给大家的收获 会有什么 要不要请老师来分享一下 OK 好 照表 我看Elaine说什么 跳过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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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就是 超常发挥的直觉变现力 所以我们 因为大家是因为这个主题来 所以我们在讲 我们就会讲了蛮多 我们自己的经验 然后还有直觉的部分 然后 那超常发挥又是什么 我觉得跟 对 奇迹模式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 我们所谓的 玩泥巴的一个状态 来经营你的生意跟事业 对 那 刚开始很多人听到 什么是奇迹模式 什么是玩泥巴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好奇嘛 对不对 就是 因为我们 有很多人会问说 很好奇 什么是奇迹模式 什么是玩泥巴 然后 我最近一对一的朋友的客户 也跑过来 跑来说 我也很好奇 我说 到底什么是玩泥巴 对对对 就是 会想要用玩泥巴的防载 进行自己事业 产生好奇 朋友起来 是不是见得起 好不好 然后 然后我来 分享一下 奇迹模式到底是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之前 路过很多的那个 Podcast都有在聊 奇迹模式 就是 我通常会把它做一个对比 一个对照 就是 就像逻辑跟直觉的 那个对照一样 奇迹模式是比较 教会我们是怎么样 可以用直觉的 然后我会用另外一个对照 就是目标跟奇迹的对照 就是 什么是目标 目标就是你 你设定目标的达成 我拿一张纸 我写下我的名字 哦 我达成目标 这叫目标 对不对 这是大家都在追求 然后可是奇迹是什么 奇迹是我拿一张纸 对不对 然后 给你看 然后上面自动浮现我的名字 灵星成三个字 这个叫奇迹嘛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 会认为 第二个东西是奇迹 是因为 我没有写啊 对不对 它自动浮现的 所以我把它下一个定义 什么是奇迹模式 奇迹模式就是你运用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有些事情发生跟你参与的程度成反比 我们把它叫做奇迹 对 它跟你参与的程度成反比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很多事业成功 不是我们规划跟计划的 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经营事业的时候 经营我们生活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运用这样的一个 早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我们说早就存在呢 因为有些人会说 老师你说这种 是什么魔法吗 吸引力法则 显化 说的是什么 不是 我要说的是就是 对 跟我们参与程度成反比的事情 它一直都存在嘛 对不对 就像现在大家在听课 对对对 大家不需要控制太阳 现在出现在正中午的正常方 但它一样在出现啊 对对对 然后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除非只有一些 冥想高声还是什么 它可以 归习大法 可以控制的心跳 一分钟只跳一下 对 它可以活得很久这样 可是大多数人没有嘛 我们没有在听课的时候 或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来控制我们的心跳 也就是我们的心跳 跟我们实际上 我们意识参与的程度是 是很少的 可是我们心跳还是在跳 我们学义还是在流 现在心跳已经停止了 已经停了 已经停了一个小时 这样子 就是像这类的事情 其实在生命中有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像刚刚 其实像Telia 老师刚刚在讲说 她这整个创业过程 一步一步的去发现 很多的面包屑 可是这些面包屑 我们会发现 不是她一开始计划的 对 然后 我开一个健身课 或是瘦身课程 然后后来有我的 高阶的客户 诞生 这个漏斗也不是我规划的吧 对 然后其实像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 但我们怎么样去发现 我觉得 这个就是 我觉得奇迹模式在 要让大家去体验到 因为 这个东西也蛮直觉的 它蛮重体验的 它不是那种 你要抄很多笔记 然后按照我的步骤去做 按照我的方法 跟着我说了去做就对 我甚至 我不会这样讲 我会说 我还会防止大家这样做 对 为什么 有时候大家上了奇迹模式 然后他会想要归纳出一个流程 重点跟方法这样子 他会想说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 结论就是 A B C 然后六个步骤是这样子吗 然后 我都会想要阻止他做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你这样创造一个万无一时 也OK 对 如果你用起来OK 也OK 但是 如果他变成一个万无一时 他就不一定是OK 他就不是我所讲的 真正奇迹模式 他是 他是一个很重体验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你 就像是我们 我们常讲 我希望这门课是一个 如果你真的会用直觉变现 你真的会运用奇迹模式来进行你的事业 真正的会不是你抄了一堆笔记 像学游泳一样 而是你真的 下水了 你有体验到了 下水前先写笔记 对 很多人下水前写一堆笔记 可是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他都不下水了 他只写笔记 他写笔记的时间花了大概九成 他请了游泳教练 一对一 然后写了笔记 然后都没下水 只是穿泳一而已 真的是穿泳一 然后只有脚下水 老师这样对不对 对 那也是这样 所以 我觉得奇迹模式是一个体验 它就是一个 我们透过像一个 一个线上交流的方式 然后 每一天我们会讲一点内容 然后让你 落实在生活之中 然后去体验到 什么是奇迹模式 然后那个体验 比你超更多的知识更重要 因为它会让你知道 我们一直在讲的 你看见那个光 看见那个光 那个笃定是什么感觉 我有准备一个PPT 我觉得可能 大家想要明确一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PPT 可以吗 难得 百年难得一见 准备很 就是之前 之前用的 我们之前去别人那边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客户帮我做了 帮我做了PPT 对对 然后 奇迹模式到底是什么 就是 网页上面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line社群里面 问一下那个网页 然后上面都有这些 就学员的分享 所以我就在边 不讲 因为我们其实这 这几周的 的分享的人 就是这些人嘛 走来走去就是这些人 对 私底下还有很多 但是因为我都很懒得 整理那些客户见证什么的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 我不会告诉你有什么万无一失 可是 我的经验是 很多客户学生来体验都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走出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 这是我觉得很喜欢的 所以每堂课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第一周会讲的事情就是 我们会先再深入去聊 我们刚刚聊过的目标跟奇迹是什么 然后会去讲 就是 如果你要去了解生命智慧给你的面包 系列是什么 然后让你的事业可以成长 或是可以更轻松有效的开启 我们会谈什么是创造的源头 然后在谈创造的源头之前 我们为了让大家去了解 好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框架 我们为什么被框架影响那么深 我们会谈 有内而外外人类体验 然后失效的万无一失是什么 我们会再谈更深入 其实我们今天讲过的 然后我们会去谈 捏造的强迫性 就是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会想象很多事情 但是就困在我们想象里面 我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就是 当你的行为越接近真相 而不是你的想象的时候 你做生意就可以越容易做少得多 你越接近真相 你越接近想象 那你就会越事倍功半 所以这是做少得多 跟内在躺平的其中一个关键 我们在第一周就是打这个基础 每天中午的12点12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聊聊看 我们就会 我会上线讲一个小小观念 然后但是 我们这三堂因为分享的人 蛮多的 所以我们比较少分组互动 其实我会 很喜欢在线上课程的时候 我们带大家去分组 做研讨 其实那个研讨 大家会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会有机会 给大家提问或是分享 然后去做更深入的探索 因为每一个人的盲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有机会去可以 让我跟你聊 或者是如果Terry来又来参加 Terry老师可以来帮我回答你 老师在cue我吗 对 我现在做少得多乱cue别人 在这个课里面分享 对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默契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我也可以去你的课里面 对 插花一下之类的 好那是第一周 然后第二周我们会谈 更深入的跟创业有关的东西 像是金钱游戏到底在玩什么 对 然后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困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自己的直觉跟创造力消失 然后那商业游戏又是什么 因为大家做生意就是想要赚钱 可是这两个东西 其实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盲点 然后还有获胜跟奉胜的关联 然后现在很多人在讲爱自己 然后我有另外一个讲法 大家可以来听听看 说没事不要一直花时间爱自己 对 但是不是说爱自己不好 就是 我怕我会把这课讲完 所以我先 现在只是讲目录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讲 第四个会不会讲 再继续深入讲目标 它的存在的用意是什么 然后 为什么没有目标 其实也可以 对 然后 我的概念是 有的时候 没有目标 可以成就的事情 有时候比目标还要多 我们潜能可以更发挥 然后但是目标就没有用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会在这场会去探讨 然后再去探讨到恐惧 这个部分 有关于生命使用手术 因为很多创业的人 或是想赚钱的人 大部分都会卡在恐惧这个地方 就如果可以没有恐惧的过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会在这一天来探讨 然后它是三周的课程 每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会讲大概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第三周会讲 更落地的一些东西 像是计划跟代判清单 然后还有第三周第二天会讲 价值方程式跟神定位 今天很多人谈到的 我们会深入谈到定位 到底怎么定 对不对 有一个有趣的定位方法 然后做少得多的层次 随机的潜能 跟最后的一些分享 那这是我们课程的 主要的一些大纲 然后我们会在线上 一次用Roon的方式 来跟大家去做进行 然后会有一些研讨 然后如果大家报名的时候 你会马上先开通 我们上一期的一些课程 然后你可以先看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 或是没有办法来参加 会有一些回播 我们会录影也会上架 所以你会有 不止这一期的课程 你会有上一期的一些录影 然后 其实有时候每期 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因为大纲是固定的 但是参加的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 新的东西跑出来 对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会有一些新的update 所以很多同学 不管是 Kimo啊 Emble 或者是他们 我们现在都让大家免费来复习嘛 所以 大家都会来复习 我们都可以有机会 大家互相交流到 所以 这个就是 奇迹模式 讲完了 耶 耶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PPT 你第一次看到吗 我之前有时候 有时候会 前两场我都没拿出来讲 想说 今天最会长了 我是不是要拿出来讲一下 好像好像说 奇怪了 怎么有这个东西 有有很久了 半年前的东西了 对 我觉得最后 这个地方就是 我觉得今天 其实我在听老师分享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收获很多 那其实我也很开心 可以透过 这样的分享会 可以跟大家交流 对 然后我觉得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说 嗯 不是说 创业的技术跟方法 或框架不重要 因为 有些人他会过 过度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 哦 知识方法那些都不重要 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要 我就是客户 会显化出来 我的钱会 显化出来 让什么都不用做 就心想事撑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对 我们想要带给大家 其实他内心很焦虑 有没有 其实他内心很焦虑 他在显化焦虑 怎么还没有成 我在显化我的焦虑 我在冥想我的焦虑 对 睁开眼睛 没有 继续 我在显化我的焦虑 我焦虑就是没有 对 你显化成功 但是你不小心把 没有显化出来这样子 极竞模式不是那样 不是那样 对 对对 我们想带给大家 是一个很健康的 创业的一个状态 跟观念 就是说 我们在除了在 行动 因为创业他还是需要一些行动 对 我们需要做一些动作 但是说我们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是带着焦虑 恐惧 害怕去做这件事 还是我们是带着开心 然后很踏实 很丰盛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现在人也很常讲 丰盛丰盛 但是到底什么叫做丰盛 其实我觉得丰盛最重要 是一个状态 当你状态 这个也是我之前 在跟我的学员讲的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观点 当你状态好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做 经营一个状态好的事业 你才有办法去吸引一个 状态好的客户 对不对 当你是饥饿状态的话 你就会吸引到饥饿客户 那你如果也是丰盛状态的话 你就会吸引到很棒的一个状态的客户 对 所以其实说 或许你今天 好像是有一个很烂 那个很瘦小的鹅 有没有 然后就掉到一只 什么东西 也很瘦的鱼 没有肉吃 什么东西 对 没有 你是饥饿 就是吸引到饥饿 我就想到这个画面 蛮可爱 对 对 突然让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不好意思插话 对 对 我飞到宇宙去了 我现在再回来 我要回来 对 我相信你回来的能力 对对对 我可以 我显化我的回来 大家都 只听完这一段 就一直 哦 我只记得Telia这个画面 前面都不记得 在讲什么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带着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心情去做这件事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去选择 带着很happy 很开心 然后很期待 每天早上就哇 好期待今天会做这些事情的那种心情去做 我个人是觉得说 嗯 我觉得奇迹模式帮助我最大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my set的地方 他帮助我的地方是 呼嘛 对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是说 嗯 一定要抄什么笔记 然后每次上课要 什么几大公式 几大框架才觉得 哦yes 我今天有收获 其实我觉得不是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调整我的状态 我是可以把我的专注力 我的创造力去调整回来 我是可以把我当初 很开心想要做这件事的心情找回来 然后我是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用一个更踏实 更平安 然后更开心 更有趣 做少得多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 不管今天大家有没有要参加 报名 奇迹模式的课程 我觉得我最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 然后也是 我觉得也是老师带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观念 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可以选择 用一个很棒的状态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要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焦虑 然后就说我很焦虑我很焦虑 但我又选择焦虑 焦虑一只手 哦不要放掉不要放掉 我就是很焦虑 因为我眼睛只看到焦虑 但是你其实可以放手啊 哈哈哈哈 或是就像老师说 哎呦我就移开来 这样子 因为你平常在你的厂子里面 也会这样演吗 呵 我们平常上课是不开镜头的 哦 对 对 感谢你 对我们不开镜头 对 对今天难得露脸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对 对不然我真的会演 我也蛮爱演 哦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对啊 我们想要让大家就是 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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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到我要看见的 对我看得到我要看见的真相 对而不是说哦看不到看不到 你有看到 只是你看到的是你的手 差别在这边 对所以这个是我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 嗯 大家 大家有时候很担心 很焦虑 或是 或者是 或是彷徨 或者是 不知道 还是什么 其实 只是因为看不见 对或看到那只手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让他 我觉得确实 我觉得这个比喻蛮好的 就是我们就是 其实这个课 就是让大家看见 对 看这些 对我团队伙伴 今天有猜一下 他说用 用声音言 哈哈哈哈 哈哈 原来也可以 对 这样也可以 对 所以我就是 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 分享带给大家 很棒的收获 那 最后结尾就交给老师 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场子 我以为你 这毕竟是你的场子 MC做到底 所以最后还是要 MC结束 对 我其实 虽然我们已经 讲了蛮长时间 但大家还在线上吗 我想问 有没有人会想要问 问 那个 Theria老师问题 哈哈 哈哈 大家一直看我们在 传球 丢球传球 对对对对 好像我们不想服务一样 没有啦 我们只是就是 用玩乐的心态来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轻松一点 对 有没有什么人会想要提出什么提问 或是问题 然后 对啊 还是有机会可以 服务到大家 看他好像有 是雷拉的问题吗 诶 他是问老师吗 请问 威婷也有 两个都老师啊 都可以回答 你也可以回答 诶 威婷有吗 我这边好像没看到 有我看到 威婷她写说 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 哦 对 嗯 嗯 我觉得喜欢 老师要不要分享 还是我分享 你你有想法 你可以 你可以先讲 你可以先分享 老师你可以先讲 好好好 我先讲 就是 呃 我记得 奇迹某事里面有讲 我有讲一堂课是这样 就是说 赚钱的成功必要条件 到底是什么 就是 然后其中有一个迷思 就是 我只要做我热情的事情 我就会赚钱 大家不知道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不要说相不相信 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做我热情的事情 就能赚钱 喜欢的可以按1 然后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 那你相信吗 做你喜欢的事情 就可以赚钱 对 那 那第三个问题是 真的吗 真的只要做你喜欢 做的事情 就可以赚钱 有没有人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也赚钱 你看 这世界上广大上班族朋友 他们不赚钱 也有赚钱 对 就是 每一个创业家 不管你赚多少钱 他们一定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这答案是 应该很明显 不一定 我觉得是不一定 不是说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就可以赚钱 如果你今天 我们今天主题是赚钱的话 就是 但是我们在奇迹模式 还有另外一场奇迹模式里面 我们会讲的更 更清楚一点 更清楚一点 就是 把赚钱跟喜不喜欢分开来 赚钱就是赚钱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对 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没有什么先决条件 说你一定要做你热情的事情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有时候对 就变成在扫双结棍 会让事情有点 有点复杂 我会倾向 就是如果我们在谈赚钱 赚钱就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 就是一些数学算好而已 然后就是 不要挡你自己的财路 一些东西 但是 现在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讲最深 我们先针对这个 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 你有你喜欢做的事情 去做 然后又可以赚钱 那当然是很好 对 因为 那个比较 那个内在堂的比较贫 那个你不需要 逼你自己一定要起床 你今天早上 就是会 因为你很想要 做一件事情 然后就起床 你很想要跟一个 你很喜欢的一个人 见面之类的 或是你今天想要去冲浪 所以你就会 你就算只有 就算只睡三个小时 你都会想要起床 所以它是有好处 但是不是比先绝条件 我是这样看 但不代表说就不好赚钱 也不是那意思 对 大概这样回答 所以 嗯 换Terry老师 哦 又接球 好 对 我觉得 还有一个部分 我想补充的就是 一定要区分 喜欢跟不喜欢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 我们很常在做某件事 好像一定要去 先二分法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我喜欢我不喜欢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对啊 你在做这件事 哇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然后 哦 他不喜欢我 然后 但是我喜欢他 但我再继续拿花 然后继续 哦 他喜欢 对 所以 我觉得 嗯 我想到一个 然后 结果十年后 结果嫁给 十年后 其实嫁给别人 跟那个花 根本没有关系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 搞不好十天后 世界就变了 十天后就变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点 就是说 我一定要去区分 喜欢跟不喜欢吗 那不是说大家就是处于 哦 什么都是空无的状态 也不是这样子讲 而是说 我就比起喜不喜欢 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那个为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我今天 如果我要创业 我为什么要创业 对 大家可以想 我为什么要赚钱 我为什么要边线 我为什么要经营自媒体 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 对 来这里应该是想要听 我跟新陈老师分享 对 所以我觉得比起分类说 哎 喜欢不喜欢 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做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是我自己要做 还是别人叫我去做 然后我做这件事 我的意图是什么 这其实就呼应到 第一场跟金林老师的 老师跟 新陈老师跟金林老师的分享 就是 我做这件事的意图是什么 然后我再去思考 哎 那我是不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更好的思考的流程 应该 如果大家喜欢SOP 喜欢步骤的话 我觉得更好的 呃 思考的一个flow 应该是这样想 才会更让自己去判断 说 哎 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想要补充的地方 好 下一个换老师 好 再丢 下一个 是那个莱拉 莱拉问的吗 对 应该是莱拉问的 灵感 但执行力很弱 要如何让自己真的强执行 盲行动 听起来有点 辛苦耶 如果你要让自己强执行动 对对对 今天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 我要如果让自己自律 有一致性的这种 这种感觉 对 所以 你真的不会去 做 那些你真的想做的事吗 我的疑问是这个 对 你可以忍住 三十天不洗澡 跟刷牙吗 如果 真的是 哇那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你 不是啦 没有点问题 我只是 我的意思只是说 呃 我我我我 我其实不去的第一个 可能要更深入去谈 就是 可能灵感也有层次吗 对 所谓的层次 灵感也有分数高低吧 有些是你真的很想 立刻马上去做的 那有些 其实只是一个 无聊的灵感而已 哈哈 还好提到说 有更 有其他更想做的事 对 我在做的事情 都是我想做的事 但是还有其他 其他更想做的事 对 那 你 你刚刚说了自己 说 你认为你的执行力很弱 感觉是这样子 对 你怎么知道 自己的执行力很弱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从哪边衡量的 这就是我 我觉得会去探讨的事情 因为 好像昨天 昨天我 昨天我跟 跟一个 跟一个学生 自己下传讯 请他聊 他就跟我讲 他给我看他朋友的一个贴图 那他朋友就是说 就是说 啊 要重视过程 而不是只有结果 然后你要让自己 非常有自律 而且一致性的去做 你就一定可以 达到结果 然后我那个同学 我那个学生就 传那贴图说 那是他朋友贴的 然后他就觉得 他每次看到这样的贴图 他就觉得 啊 我自己是不是很没有自律 很没有纪律 然后 很不一致性 然后 所以他做事情都 一事无成什么的 就是大家会被这些东西 给框架做 就是 成功要有纪律 跟一致性 然后持续的做 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些想法 因为农业时代 就是要这样生活嘛 如果你不继续插秧 不继续 你不去做个一年 那样子 你不会有收成 那是农业时代 但是如果你用农夫的 你用农夫的成功方法 在AI时代去做 那很诡异啊 你用农夫的方法在 打猎 就是狩猎的 那个猎人的 的环境去做 他一个地方没有猎物 他就在那边等 等到死 这不合理嘛 还是自己变成 别人的猎物 对啊 就是 然后他可能说 我是农夫 我不是猎人 所以我做不了 不行啊 你现在环境改变 你就要变猎人啊 就是 类似像 这个感觉 我觉得 那个同学提问也有点像 但是 我觉得 纪律跟 一致性 他所谓一致性 其实就是说 他可以真的做到 每次去更新 他的社群媒体 还是什么的 可是他的 他的个性 或是他 可能就是会 想要去做一些新的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还是怎么样 对 就是如果根本没有这些 所谓的什么 纪律 自律才会成功的想法的话 我会问 那你会怎么去做 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我做到一半的事情 我想放弃 我就给他放弃 然后 我会去做新的事情 然后 我可能一直好像看起来 很像三分钟热度 一直在做 一些 别人看不懂的事情 新的事情 还是怎么样 但我也不是完全 没有脑袋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还是会去分析 就是 是郑重说明 收入也没有大于 支出 做这件事情 该做的事情 还是把它稍微做完一下 可是我还是会比较 倾听我内心的那些声音 然后去 去一直去 我喜欢搞创新 我就一直先去搞创新 然后不要被我自己给绑住 没有什么非得 一定要怎么样做 才会成功 我怎么做就不会成功的 我把这些码头放下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一直持续创新 然后有一天 别人就会来看我 就说 哇 这个人很有机率 很有机率的在创新 可我根本没有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我没有在插秧 插到死 就是 我现在就是 我觉得这个好玩 就是去玩 就是 所以我的 可是别人 就是这样子解释 所以到底有没有机率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 我只是一个直觉 所以莱拉 我不确定你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 没有太多的时间对话 我们再对话下去 可能会变一个coach 会到三点 好不好到四点 对对 我四点还有一个coach 所以我等一下要休息一下 所以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 就是 就是 谁告诉你 你执行力很弱的 谁 你怎么 你怎么这样子 我们是怎么样 这样子去自己 因为像我那个客户 他就说 他就觉得 他没有记住说 一事无成 我说 一事无成是 哪来的想象 就是 那横量的神职 是从哪来的 对 那个横量的 那个标子 哪来 结果他说 好像也没有 一事无成啦 对 就是 自己 自己想太多 之类的 真相大白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 对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 回答到莱拉的问题 对对 因为经常上课 吸收薪资 但是 很少在课后行动 运用出来 对啊 这就是一个你的想象 你觉得 上课 应该要 马上输出 然后一定要输出 一定要运用出来 然后后面可能 你的连结是因为 这样才不会浪费钱 这样才应该 然后这样才会成功 可是 如果我问 你最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真的问这个问题 可能 你要的只是 哦 多一点客户付钱给我 对 那代表你一定要 学到什么都要做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把价格提高就好 对对 你觉得要做的是 可能只有 很做少得多的 对对对 可能是你躺平的时候 你会突然有着灵感的 对 所以 你不知道 对 那你只是因为 你的想法在受苦 这样子而已 嗯 嗯 他突兀茫长 耶 太好了 有帮助 对 我们一人回答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时间 对对对 不然聊不完 嗯 我看到Frank 有提问说 卖大家需要的 不是自己觉得好的产品 这样如何做到平衡呢 嗯 这个我回答吗 还是老师想回答 好啊 我换你换你好了 对对对 你可以休息一下 哦哦 是这样 对我休息一下 我去倒个水 对去上个洗手间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没有 对我觉得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是说 不是自己觉得好的产品 是 是指什么 因为是说 如果是以创业 或说以变现 确实 呃 市场需要这个 这个点是蛮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 一定要 提供自己 觉得 呃 不觉得这么好的产品 不是自己觉得好的产品 对对 然后 觉得说我一定要 提供一个 我觉得不是这么好产品 然后还要想办法做到平衡 如果你觉得 你不认同这个产品 或服务 你就换掉啊 为什么不能换掉 对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 平不平衡 因为其实 嗯 重点 因为大家在讲平衡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说 我一定要这个 我一定要那个 我两个都要 但是我要怎么样 很舒服的两个都要 但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不 我觉得不在于平衡 而是在于说 为什么 要提供 你觉得不是这么好的产品 或是服务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可以换掉 那如果不能换掉 为什么不能换掉 是在体制上吗 在某个架构 某个体制 还是有可能上限 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觉得 诶 我没有很认同这个产品 但是我又觉得 我一定要推 因为这个大家都需要 我觉得这个是很 嗯 一个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 很 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是用这个方式去做 创业或是变现的话 我觉得 最好的状态是 大家有需要的 你发现了 但是你从前 你也提供超棒的服务 就像老师觉得 哇 CD模式超棒 我一定要一直开 分享 我没有这样想哦 我想从没有人抱 我就不要开了嘛 哈哈 我可以做别的事情 我可以做别的事情 对就 可以 这样 对 对但老师应该觉得 奇迹模式很棒 还是说你觉得奇迹模式也还好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棒啊 对啊 帮助不大 应该不会吧 突然要有真心话大告白 这样子 哈哈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有趣 对对对 好 你直接进去 先不要cue到我 对对对 所以我想讲一直就是说 我觉得我的 我的课程 我的服务超棒 所以我超想让更多 需要创业的人来上课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东西超棒 你这样才会有动力啊 对对 而不是说 我觉得我的课超烂 我的产品超烂 但是现在大家都需要 我觉得好烂 然后我要平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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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问句可以换 对所以 我觉得Fran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我发现大家需要的 但我是不是可以提供 好的产品跟服务 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做得很开心 我觉得或许这个问句 可以换做是这个角度 去思考 这样的话会让你在整个状态 然后经营的部分 创业的部分 对就像Elaine说的 大家需要 就自己喜欢的 你找到那个交叉点 有没有 客户的那个点 跟你的这个点 有没有 就交叉 黄金交叉点 对你应该是要找到 这个交叉点 你这样做事情 才会更开心 好 希望有回答到 Frank的问题哦 好 老师下一位 我可以补充这个吗 因为我讲这个蛮好玩的 我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呃 就大家 大家需要把这个钱给你 就是收嘛 哈哈哈 你要挡财路 如果如果 对如果大家又满意 那那 你就 这样做公益 做点好事 也好 好不好 我觉得 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你还是可以 花别的时间 你还是可以花时间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啊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这是我觉得 好笑的 想补充的地方 对 因为平衡确实是个假议题 我也这么认为 对 跟刚刚 那个 Terry啊老师讲的 我觉得一样 好哟 所以下一个我回吗 对 有个不同的诗哦 可是当进行的 刚开始就有点迷惘 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走 然后宇宙就跟我显示 很多的阻碍 这个已经有答案了吗 还没有 这是 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名字 Win Ema Win Ema 妈 姓马是吗 马 马文怡 这个马文怡同学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在问什么 你看得懂吗 每个不同时候 不同目标 好像是说 他在行动过程当中 会有点迷惘 是指说 同时会有不同的目标 或是想去的方向 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问题的重点 应该不是说 宇宙显示很多阻碍 而是 在想法上 就有很多阻碍 对 对 我就不是宇宙 对 不好意思 我就抓重点高手 对 好像 所以说 如果 就 这样看的话 好像是说 不同的时候 有不同的目标 所以有点选择障碍 不知道选择哪一个 因为我刚刚想的 对 而我想到一个好笑的事情是 其实是宇宙觉得我们是阻碍 哈哈哈哈 宇宙才在那边靠 我不要人家讲章话了 他在那边 讲 我说 就叫你走那边 你还在那边 挡在那个路上 之类 我说你要一直挡脸踩路 什么的 对 我是开玩笑的 但是 你怎么知道那是阻碍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 就像刚刚那个Terry 老师说的一样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些东西 对 但是因为资讯也是太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太多目标 不知道怎么进行 而迷惘 还是做一做 对 他这个迷惘哪里来的 是不知道该不该走 而有的迷惘 这很合理 这是一个 迷惘跟不知道是 一件很美丽的事情 是一个 人类独有的特权 你知道吗 猫咪是不会迷惘的 不然你当猫咪 对 狗狗是不会迷惘的 我在路上看到那些 发挥岛看到那些牛 他们边走边上厕所的时候 他们不会迷惘的 我到底要不要在这边上 对 他们不会迷惘的 对 但是我们也不想 退化成那个样子吧 迷惘是人类的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特权 但是 不知道 跟迷惘 就是 它不会是个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 对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然后至于宇宙 给我显示很多的阻碍 这我就不确定 因为 有可能 在刚开始进行目标 是感觉有点迷 当初的初心 好像跟进行的想法不同了 这个 这个确实是一个目标的 有可能会遇到的 的一个迷思嘛 很多人呢 很多人会 被自己 我不知道这样讲 是不是符合你 你提的问题 但我也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 我很久以前 曾经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希望在 一万三千人的现场大会 然后在上面演讲 这样子 然后我一开始 十六年前 我就会想象这个目标啊 然后很开心 然后去做事啊 然后做讲师的事业 对 然后 有 大概过了半年 快一年吗 还是 那段时间 有一次我回到花莲的海边 然后我又在 冥想这个目标的时候 发现一点feel都没有 我这个目标还没达成 还没有完成 但我一点feel都没有 然后 但是我突然想到 前一阵子 有个人送我一本书 然后那本书 就是十六年前 就在讲的知识变现 然后我对 我那个时候 我就看到 哇有这种赚钱方法 好爽 然后我就想象一下 我就发现 那个 那个我比较 比较有 有感觉 对 然后我当下 我可以先挡自己的财路嘛 我可以挡我内在 灵感的路 的那个阻碍 就是 我可以说不行 你这个目标还没有完成 你要坚持到底 你要好好的像农夫插秧一样 你要 你都想象了这个目标了 然后猎物从旁边经过 对 然后猎物从旁边经过没看到 然后在那边插秧 没有必要嘛 就是说 很多人会被他 以前的目标 要挡住了 他现在真的想做的事情 因为 目标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流动的东西 对 它是一个工具 它其实 如果你当初的初心 进行这种想法 好像不一样了 那重点只是 当下这还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选择权 你可以决定 这个你要跟不要 然后你确实也知道你要 或是你不要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放不下 我们之前的目标 我是这样想 但我不知道 这能不能回答到你的问题 希望可以 当初的初心 好像跟进行中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这时候是很 很好的时机去 放松生物心来看一下 你现在 来看一下我们所谓的 生命智慧给你的线索是什么 对 有时候我们 我们为什么很不直觉 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二维的 是线性的 就是从A到B 就是这条路 这样子 可是 有的时候 我们完成生命的愿景跟目标 这个路不是直线的吗 很少人是直线的吗 对 通常是 对 如果你还是要用 对 还是用二维的角度来的话 它可能是这样 但其实是这样 对对 可是如果你用三维 或是现在很多人 生气你讲什么四维五维的话 它是一个 意想不到 通常突然跑出来 然后或是从 别的空间窜进来的 这个比较符合真正生命的 我觉得 这个世界的那个 合理的路线 我觉得比较 反正比较合理吧 OK 好 好像 还有问题吗 应该 希望 都回答完了 我们这样回答大家都有 有收获跟帮助吗 有的话可以按个数字键3 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好 所以我要来结尾嘛 最后再分享一个 我有看到那个西纯 说 常常灵感过多 身体跟不上脑袋 这是困扰吗 还是炫耀啊 对 因为 不是每个人都很多灵感 很多人就没有灵感 在那边不知道该做什么 对 所以身体跟不上脑袋 就好好养身体嘛 对 好啦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用开玩笑来 来带过一下 一样 就是说 如果你对 体肌模式有兴趣 然后你可以去 follow 我们刚刚 一话有贴的那个 嗯 我们的官方line at 然后可以询问一些 其他细节 或是你对于 那个 Tanya老师 或是对于我们的服务 感兴趣 也都可以去follow 诶 那个老师 你要不要退一下你自己的 IG帐号 还是大家怎么样去follow你 哦 对 我贴网站好了 最近刚改版 我最近在跟新陈老师比 改版的速度 可恶 对 等新陈老师最近在 我这么多年来 官网在改版哦 我想说我也拼了 看完你改完版 我就哦 我也冒牌子了 找到我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改的太漂亮了吧 可恶 对对对 可以follow那个 Tanya老师 因为她在那个 呃 高价变现啊 还有一些 类似创业 知识变现的这个领域 有很深入的一些研究 而且她 也会有很多 很棒的一些idea 然后她同时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教练 就像我们今天讲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价值观跟观念是 很相近的 对对对 但是她还是有一些 我没有了操的能力这样子 果然啊 长江后浪 潜浪死在沙滩上 我在讲我 没有老师是去冲浪 哦 浪来的 我去冲浪 对对对 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也期待 9月9号 有机会我们奇迹模式开放的话 可以看到大家 可以在 可以协助大家在更深入的 去走一个内在躺平 做少得多 然后体验更多直觉变现的一些 方式在你的事业跟生活之中 好吗 感谢各位 也感谢Terry啊 今天跟我一起唱双簧 这样的分享 也是蛮有趣的 不一样的风格 好 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